《劇情編劇》 我想如果是表演系的學生 導演系的學生都很需要上演課 為什麼呢?因為其實有很多關聯 從整個歷史 從希臘開始到當代的劇場 《劇情編劇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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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演員一定是在空間裡 所以如果它不顧及空間的變化 或者整個歷史 其實有時它未必會那麼有基地 去產生它的連繫和空間 當然我們音味是很細緻的 你拿到一個觸感 就是中世紀的表演形式 它也引申到我經常說 在街頭表演 就算你做Rusky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樣的 你不能不包住它 如果你不包住它 其實有突發的意外 突發的情況會出現 那你就要處理它 這個剛才說 真的要比你在劇場裡更加不安全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課 我覺得很有趣 我有一半是在講一些歷史的理論 另一邊就是有一些實際 帶它進入當時的狀態裡 成為當時的演員 我覺得這個就是在這個課裡 最有意義的